大家好,上星期港股表现真是一般的 恒指方面亦是接近24,000点附近 很多支持位置亦再次失手 上星期发生什么事呢? 留意我们方面对科企方面 尤其是腾讯或阿里巴巴的支付 亦有新规 未来限制上会资再次加大 不希望是一些不合法的 或者以个人名义做收款的商业行动 令科企方面上星期已经急跌了 到周末前 亦有新冠疫情方面的病毒变种 现在是南非变种再变种的病毒 令到亚洲市的时间 外围上跌得相当急 美股方面是承接着导致期货跌势 最后美股仍是大跌的 大家最忧虑的是新冠疫情方面 变种病毒下 其实是疫苗方面的保障或保护力 保护性仍在存异的情况下 令到大家现在开始重启经济活动的情况下 到底影响力或冲击力是多大呢 令到市场方面有一定的震荡 看到油价方面 跟美股一起是双双急跌的 始终大家恐慌 在美国或英国或欧洲方面 很多地方已经是恢复了 打针后的一个营运状态 或者经济模式 如果新冠疫情方面 在疫苗方面的保护力 不能够在变种病毒上有效 随时也会有再次落单的情况 但如果在新冠疫情前 其实看到很多报道 一些美国方面的大疫厂 其实也表明 即使有疫情方面的变种 其实是疫苗 可以在短时间内做研发 在100天左右 也会有新的推出 所以相关的消息 都可以舒缓得到恒指方面的表现 当然若果你所知 以现实来说 港股本身是弱 所以就算你说 这一点就算是新冠疫情 在变种情况下 可能在未来的冲击上 没那么大 但本身是弱势的港股 我想也要去到 希望在第四季尾 至年尾之前 可能才有一定的反破机会 而现阶段 就算你看到恒指方面 应该是这个期指 在上周五个收市位 其实是接近23,800附近 所以现阶段 就去到23,600至23,800附近 这些位置 我相信港股的防水力也会加大 因为始终疫情方面 大家都会预计 在各大药厂公布 疫苗可以很快 应付变种病毒情况下 市场方面的释怀能力 其实也会比较强 要视乎港股 到底这些科技类的股份 政策面到底要困扰多久 所以我相信行事方面 上方来说 维持去到指 短期来说 我相信去到高一点 可能近25,000 这些阻力位置 会再次明显 但若果你所知 去到整个十二月 现阶段都期望了 有机会有一个比较突破性的表现 因为始终 整年港股去到第三季 其实一直都落后 在环球股市 要寄望去到第三季 其实中美方面的关系 会否能够释出一个更明确的正面方向 若果有的话 那港股才有机会再冲破 可能26,000点 这些关系为止